小廣告 拍攝 這部戏 你說拍攝第二部戏 是不是這部戏比上一次重超過電視 也是的 重很多 這次主要的故事是圍繞著幾位大叔和我 就是我們As a team 所以很多時候都很include我 去戲份裏面 阿Gao有一場劇 都很重要的劇是 他哭了三、四個小時 我認為他用了半生的眼淚 那晚都會流肝 那一場 因為那天我們拍十幾個小時 我們是由早上拍到晚 那場都接近凌晨才拍 我們拍了十幾個小時 才再拍那一場 重要的場合 其實都很累 再來 其實當時我有點擔心 哇 他突然一拍到地上 暈倒了 應該要泊白車 因為對於我打擾 因為在哭之前 還要拍一場 我發夢被人困住 那我也很激動 然後 那天就好像做了幾個小時H.I.I.T 那天 影虛脫不死 回來會死 接著我們下班 我兜了花企 很近 那一陣子很忙 他說突然之間很想念我爸爸 我很久沒有叫他 他在我的車 他又來了 我就想念我 哇 你還有眼淚 他哭了一生眼淚 你應該流汗 他還… 我爸爸媽媽是很好的 他們很支持我 然後又給我很多自由 基本上 如果我不去主動說什麼 其實他們都不會故意去過問 所以其實我又有另一個體會 在拍攝出周大叔這個期間 我有另一個反思 就是 其實我也很想再主動一點 無論好還是不好 開心還是不開心 都很想再跟他們分享 那現在有沒有實行 當然有 因為我本身 我是那些報喜不報憂 我很少說自己不行 不開心 但我現在就 都多了 多了跟他們說 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有人有時間陪你 你想哪個人 或者陪你做些什麼 真的 怎樣都可以 我當然想租一個 他可能現在認不在這裡的人 有些人 他可以 我真的可以付出到 他可以在我面前出現 誰呢 聊聊天 其實這幾年 我有些朋友突然離開了 是的 即是同一日之間 好像沒有這麼想 大哥就 這次不見就下次見 真的很老套 但原來就說走就走 令我反思了 其實 走了就走了 但其實我也覺得 有些核仲在的人 我們都沒有好好相處 是的 其實真的沒有 但人是很壞的 即是 是的 你就是沒有 你就是沒有好好處理一些關係 但是 我自己其實 經歷過拍劇 這套戲比較多氣氛 我覺得我也挺喜歡拍劇 演戲其實挺正的 我反而覺得有點輸壓 不知道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可能 我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就帶一條道理 可以 譬如我可以對我爸爸態度差 我可以發脾氣 我可以哭到瘋了 就是很多位置是 我在現實生活中 我未必真的會這樣做 是的 但是 咦 在這些位置可以抒發了一些我的情感出來 對我來說是挺舒壓的 其實這套劇出門 你們有沒有壓力 反應 有沒有 自己就沒有任何包袱 就是 偶不偶像 因為 我也是這樣而已 就是 出不出到 怎樣也好 但是 但是 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 每個人都有他的權利去說任何事情 他覺得是怎樣 他覺得不是怎樣 其實這個是他的自由 我覺得 都不重要的 是 好 跟好 還有一個很遠的距離 嗯 真心 自己知道 怎樣才叫好 我那次看梁朝偉訪問 梁朝偉說他好 盡量都不會看自己的演出 因為他說 他每次再看他都覺得有東西 他做好 梁朝偉也這麼說 我覺得 演戲是一個 一門很高深的技藝 而我們都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就算你上網 哎呀他真的做好 你自知 其實好遠 只是很希望我還有下次機會 很誠心地說 因為 不一定 還有下次機會